这个横画长度不会差很多 长度不会差很多 所以像同学刚才写 刚才写那个 住 住 对的 刚才有一个同学住 他往下就加长 往下就加长 而且加宽 加宽上下高度还加大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他现在呢 第一个笔画是从红线的下面 来到红线的上面 第二个线条是从中间的下面起笔 来到中间 大概中间的位置 看一下 提贴 在中间 往右 提贴 接下来 这个笔 他有一小段是直的 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是直的 跟大意思一样 这个是直的 过了这边 微微一点斜 好 斜斜斜 好 转弯出去 好 从这边点回一听 直线 好 手臂向右 好 这个红 就是是不可不红意 任重而道也 有没有 就那个红 所以 这里呢 是写个诗吧 还是口 原来正确的是写诗 对对对 所以他们呢 写书法的时候 他常常把口写成诗 诗写成口 比如说国 国家的国 里面是不是一个口 对 他是不是写成一个诗 对 对 这都是为了结构上 美感的作用 去做安排 对 你只要对着铁写就好 好 这个左边的弓 他有一点是连笔 连笔 那横画阶 这一笔要下来的时候 你要转弯的地方 请你先把笔提高到笔尖 边角上提高到笔尖 然后再贴着往下 贴的时候 不要用力按 这样了解吗 你看一下 好 稍微一点斜 贴 有没有看到我提了 有 好贴 不要用力按 好下 好 接下来点回贴 好 提贴下 提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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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刚才一束钩 就类似这种写法 好 接下来的右边的这个口在中间偏下 中间偏下 所以你从这边开始 你写的时候不要太靠近它 提贴 有没有 你这个转弯的地方提再贴直接下 不要按太重 它就会很干净很漂亮 看到吗 漂亮 好 对 好 好 这个异 这个异它是一个阳再一个我 对吧 这个阳你看一下 它的三横线条长短没有差很多 这两横差不多长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好 再来下面是一个我 它给它分两个两个部手来写 好 但这一横呢 不要写粗 而且它斜度很大 听懂 好 好 这柱子帮我往后拿 对对对 这样它拍起来比较比较好拍 要不然会拍到我的头 好 看一下 点 点回贴 这两点高度不会差很多 好 中间这个距离不要太远 这无论是怎么样 这一处一定是直的 好 这个稍微多一点 我这边少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有作用 等一下最后这一笔要进来 好 看一下 点回贴 这是左 左模样的左 好 点回贴 轻的 差不多到中间就好 这一束不要长 好 点 不要点得太靠近 好 从这边下 贴好 往右 都是移动你的走步 点回贴